三个是什么输入 这两个是输出 由他来控制 输入跟输出对 然后呢我就直接 做输 输出 那怎么输出呢 PMT 刮胡 后面的话这别注意了 其实如果你忘记也没有关系 你会发现刮胡之后他会提示 第一个的话就是什么 Rent 也就是说呢你的什么 你的利率那利率你其实看一下上面 利率就是Y 那你就只要把Y给放进来 不过呢 Y这个地方的话特别注意 他要的实际上 不是 年利率 而是要月利率 所以必须怎么样 再除以12 再除以12 因为这个地方的话我要的是一个月的利率 然后再来的话第2个 第2个是 N per 是奇数的部分 那奇数部分的话呢 我们是 这个z 所以z还要在 乘上多少 因为奇数是月 总共年 乘上12个月 再第3个 pv的话 限值 就是w 那因为 我们 是跟银行借钱 所以是负的 是借的 所以是负w 然后面的话就刮糊就可以了 基本上这样就可以取得那我就直接怎么样呢 再给他int函数 就是取整数 刮糊 然后把它刮起来 这样的话呢就完成了我们的公式计算 应该这样没错 应该再 除以12 除以12 OK 所以最后的话呢 特别注意就是利率 因为是要用月利率 那上面是给年利率嘛 对不对 2%实际上是年利率 所以在除以12 就是变成月利率 然后呢 奇数也是用月来计算 所以年再乘以12 然后呢跟银行借 所以限值的话 就是负的前面加一个负 然后取整数 丢给这个什么呢 每个月偿还金额 然后再来 再来就是说呢 我利息总共 还了多少钱 那利息常常就说 你比如说借1000万 可是你总共20年之后 加起来total是 还了 1200万那就是 200万的利息 那我们要怎么样计算出利息到底缴了多少钱 实际上的话呢 这边就是 我们 我们的 利息 那因为我们的利息每个月都要缴 那总共缴了几期呢 总共缴了 这个这个总共的奇数是 假设是20年的话 那再就是 再乘以12嘛 那其实把它乘起来之后再 扣掉你所 借的钱 就是你说 那个所有的那个 脚脚的 所以 这边的话 你觉得